属狗每月运势与破解全整版 2020年属年12生肖 以农历为月运的分解 2020年1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2月4日到2020年3月5日 进入2020年的第一个月份 属狗人整体运势还不错 事业上属狗人本月能够摆脱上年颓废的现象 在工作中干净十足 让身边同事和领导颇为欣赏 有望在年初加薪升职 感情运势也不错 单身者可以利用这大好的感情运提升自己的桃花运 只要用心观察 很快就能发现对方有意拟有情的对象 可能是身边的同事 也可能是多年的同学或者朋友 好好把握吧 2020年2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3月6日到2020年4月4日 属狗人本月运势较好 特别是事业运势 属狗人能够得到领导的肯定 如果公司突然有什么大项目或者出差的机会 领导出于对你的信赖 会将机会留给你们 属狗人要好好表现 一旦领导开心 说不定会将升职加薪提前 健康运势也不错 本月事业顺心 收入满满 爱情美满 可以跟恋人花钱月下 心情美滋滋 心情好健康 既然不会坏到哪里去了 2020年3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4月5日到2020年5月5日 进入农历三月 属狗人的运势将会延续上一个月的顺遂 整体还不错 本月公司里可能会迎来许多新同事 老板处于对你的肯定 可能会让你们带新人 要好好把握这良机 一旦把新人带好 不仅能增加自己在老板心里的好感 也能收获新人们的信赖 以后这也是一笔巨大的人员 对事业大有好处 感情运势有惊喜 尤其是单身者 本月你们可能会遇见初恋 而且符合的可能性很大 值得期待 2020年4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 2020年5月6日到2020年6月6日 进入2020年4月份 属狗人的运势相对来说较为稳定 上升趋势不大 下跌幅度很小 对于刚入职场中的新人属狗人 本月工作上自己颇有见解 同事和上司将对你们刮目相看 好好表现 争取快点实现升职加薪 财运方面 刚领工资的你们可能刚好够衣食住行 没有太多闲钱去买其他的 但对于从商而言 这是个收获的季节 急心的入命给你们带来了旺盛的发展商机 只要抓住机遇 提升商品质量和服务 一定能裁员滚滚 2020年5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 2020年6月7日到2020年7月6日 进入5月份 属狗人的运势会出现一定的波动 需要多加注意 本月属狗人在事业上可能会出现眼红之人 这类人可能是身边的同事或是其他竞争者 所以这个月份你们要玩事小心了 不能像之前那样大大咧咧的做事 做事要谨慎细心 不给小人陷害的机会 面对他们的挑拨不要理会 以免财境陷阱 财运方面也不稳定 尤其是正财运 稍不注意就会中了小人的圈套 破财随时可能会发生 2020年6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 2020年7月7日到2020年8月7日 本月属狗人的运势将延续上个月的动荡 属狗人在事业上可能会引发小人暗害 因为你们本月风头很足 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加收敛 对于一些刚入职场的新人 可能本月会受到公司前辈的排挤 经常要帮忙打杂 感觉自己得不到重用 同时会产生辞职的念头 建议你们要挺住 这是很多新人出来嫁到必须经历的过程 刚来不要到处得罪人 只要是金子总有发光的那天 你们大可以把这些当做一些锻炼 努力工作 一定会得到身边人的肯定 2020年7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 2020年8月8日到2020年9月7日 本月属狗人的运势将会出现一定的回转 好好把握 有机会大翻身 本月属狗人需要多加注意自己整体运势的变化 工作上多加努力 还有人际关系方面要多花心思 无论是做什么行业 人际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财运方面 上班族获利最大 因为有贵人的相助 本月你们人际关系极佳 对于销售行业的属狗人来说 客源增加 回头客比网月增加了好几倍 面对业绩的突飞猛进 想不发财都难 2020年8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9月8日到2020年10月8日 本月属狗人的运势较为不错 特别是感情方面 单身者可以收获自己的良缘 所以本月工作上如果有什么外派的出差机会要抓稳 好好表现能加薪 幸运的还能在途中偶遇心仪的对象 一举两得 恋爱者与爱人的感情有家常和朋友的祝福 进一步增加 牢牢把握住这大好感情运势 说不定能在今年结婚 健康方面基本没大碍 但要注意天气变化问题 每年这个月份都是暴雨洪水 高温时节 一些洪水高发地方要少去 以免发生溺水事件 2020年9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 2020年10月9日到2020年11月7日 属狗人本月运势相较于上一个月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属狗人需要好好珍惜 将自己身边的事物处理好 事业运势一般 尤其是上班族 面对工作压力的变大 你们的自信心会受损 对于一些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无法升任 如果不加以改善 辞职是无法避免的 感情运势也受到影响 由于工作上的不顺心 很难与伴侣有开心的感情生活 你不说伴侣也不问的情况下 时间久了说不定会面临分手或者离婚危机 2020年10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11月8日到2020年12月7日 属狗人本月运势较稳定 工作上属狗人能够独当一面 平时做事也会留一个心眼 相对来说比较顺利 财运不稳定 由于前期的各种假期或者人情往来 支出较大 如果不赶紧把签证回来 说不定会出现财政试字的现象 不好在学习运势不错 属狗的学子可以利用这个月的好运势 好好努力一把 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上班族也可以利用这好运势 多学点专业技能 为后期的工作做准备 2020年11月份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5日 本月属狗人的运势相较于上月有一定的下滑 特别是健康方面 属狗人本月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病小痛 需要属狗人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能大意 年轻的属狗人容易生病 作为家长要留意孩子的健康问题 天冷天衣 女性属狗人健康也不乐观 天冷容易出现手脚冰冷的情况 没有暖气供给的朋友 家里或者办公室要被各暖水带 防止冷冻症的发生 2020年12月运势 公历时间2020年1月6日到2020年2月4日 进入12月份 本月属狗人整体运势都是不错的 临近年关 多数属狗人的心情都比较好 但是本月你们需要注意自己的钱财 平时多加保管 以免丢失或者被盗 出门在外金钱 不要外漏 不宜带太多值钱的东西在身边 以防被小贼盯上 失财是小 万一危急到生命就惨了 家里防盗措施要做好 派值钱的东西 比如现金 银行卡等 不宜长时间放在室内 防止被小偷盗取 属狗人要养好精神 多赚点钱 开开心心度过这个月份 公住各界和属狗的人 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欲了解更多详细的 2020年12生肖运势及破解 请参考以下例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